就是用Input Box加上一個X 這邊有兩個X 那比較特殊的記得就是Auto Filter 就是篩選 它錄下來 哪個範圍 然後呢這邊哪個欄位 哪個條件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們在 就是 Shits 就是工作表物件裡面呢 它Shits物件裡面 有更改 名稱的話呢會有個屬性 點Name就是它的屬性 它的名稱改成我們輸入的這個變數 OK 那新增跟重新命名 好 那當然後面有一些簡化的方法 比如說範圍怎麼去簡化 這個也許可以給各位參考 那另外呢有一種狀況就是說呢 防止按鈕因篩選而變形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其實在比較舊的版本 當然在2013我看 好像它自動又會恢復 可是在舊的版本 你那個按鈕它只要跑過之後有沒有 它因為篩選會把那個 初生格變成壓扁了 那按鈕也會跟著變壓扁 OK所以 在舊的版本好像在2013這個問題有改善 在2010以前的版本 你查詢過之後按鈕都變一條線 為什麼 因為它會隨著那個 儲存格的高度而調整 那儲存格因為你篩選之後呢 被壓扁了它整個就變扁掉了 那可是2013好像比較少 沒有這個 我再查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查的是老王好了 可以按確定 看一下 它沒有 可是舊的版本怎麼會有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按右鍵 這邊有個儲存格格式 儲存格式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栽要資訊 這邊按右鍵 儲存格式裡面呢 因為預設是什麼 大小位置 大小位置 隨儲存格而變 也就是如果說這個儲存格的高度啊 本來是這麼高 那因為篩選過它可能變一條線了 因為它隱藏起來了 它就變一條線了 OK 那請你把它改這個啦 這個大小位置 隨儲存格 因為在2013 這個看起來比較沒那麼明顯 可是在其他的版本就會有比較明顯 所以記得把它改一下 OK 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那個避免那個 因為篩選而變形 按鈕會變一條線 從這邊這邊也是一樣 跟新舊版一樣 再來的話呢 有關房呆部分 不過在講那個房呆之前 可能順便可以講一下 就是那個 像這邊的話 我們剛剛的這一個 這個篩選部分 我們的criteria 它這邊是1 所以如果你將來有第二個 第二個條件的話 它變成criteria 2 也有and或or 就是有交集跟聯集的查詢 那當然將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的查詢的部分呢 我目前不是用關鍵字查詢 所謂的關鍵字指的就是說 如果你輸入的時候呢 不是輸入全程 像這個業務的話 或者什麼 像產業別好了 假設說你今天 我們這個地方是一定要輸入金融業才可以 可是如果你只輸入金融兩個字的話 它會找不到 那你想說 老師那可是有的時候 我要查的東西啊 我可能只記得那個部分 而不是記得全名 像後面這些啦 後面這個產品好了 產品就比較可能 桌上型電腦 有時候可能你記得桌上型 或者你記得什麼 反正那個名稱不是很名 你只知道某個關鍵字的時候 那怎麼辦 其實如果你不會用關鍵字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一樣 錄字聚集 假設這個地方 你不要給它名稱 你只是想要知道說 那個關鍵字查詢 它跟那個一般查詢有什麼差別的話 你可以先按確定 先產生一個聚集好了 那再來你可以一樣篩選 篩選之後 你可以用包含 文字篩選 你會有一個包含 那包含假如說呢 你隨便輸入一個好了 假設你要找有關小 小這個關鍵 因為你不知道它叫小什麼 小張還是小等等 反正小咪等等 只要有這個小的 你就幫我出現好了 按個 你會發現底下有個 end 這個也可以再加 所以你將來你也可以再怎麼樣 還可以有第二個條件 OK 那不過我們先講那個包含部分 這個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關鍵字查詢 關鍵字 只要有這個字出現 按確定 好出現之後的話 小咪小張有沒有就出現了 最後做完之後不用複製 你只要把它停掉就可以了 好我們大概知道 把塞就是再回到這邊 停止錄製 錄製 OK 然後呢 剛剛我沒有重新命名 我用聚集2編輯一下 其實最重要 我只是需要知道 這一個 這個地方 Cratira 1 Cratira 1的後面喔 到底喔 他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呢 他只是做了就是說喔 在這個等號喔 的後面加上一個字串 那這個字串的前後有沒有 多了以什麼呢 百分 這個這個不是百分 就是那個STAR 新號 也就是說喔 我將來如果說要做出 那個關鍵字的查詢的話 其實你只要參考這個啦 然後來改一下 那怎麼改喔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這個 這個地方改一下 改成就是關鍵字的話 那其實喔 我要變成 乾脆拿這個 這個把它 把它感受C一下 放在這邊 放在他的 這個這個下面好了 假設一個單引號 貼上一下 就參考一下 比如說我要改成像這樣子 欸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改呢 前後必須給他什麼呢 這個前面需要給這個 後面需要給這個喔 那特別注意喔 你不能說直接就在這邊 加一個什麼等號 所以你要改的話 特別注意喔 請特別注意喔 他這個地方必須要串一個STAR給他 所以串STAR的話呢 記得這邊喔 要前後用什麼 用AND的符號 把它包起來 然後這X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 把它加上這個STAR進來 給他比較OK呢 也許你可以直接 在丟進來之前喔 把這個X好了 X等於 重新再組合一下 就是你要在丟之前 前面要等於什麼 等於一個乘號 AND 串接X 原來的X 再串接什麼呢 串接一個 後面再加一個新號 特別注意喔 那你想說 老師幹嘛這麼麻煩喔 沒辦法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變數 變數不能夠直接 就是跟那個 自串直接就放進來 你必須中間加一個AND符號 前後要加空白 後面一樣要加一個這個 OK就把它加 加完之後呢 再丟回去給誰呢 就給這個X本身啦 等於是串完之後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X等於是改變過的喔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大家如果沒有把握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設個中斷點 好 那我們來刨一下喔 OK 剛剛的部分的話是找小 那所以這邊的話找一個小 一樣喔 然後打一個小 那因為我有設中斷點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停在這個地方 那表示它還沒執行 如果讓它往下跑按F8 這個時候喔 游標看一下 X等於什麼呢 等於 欸有沒有發現 如果說你這個時候呢 看到在X裡面看到的東西 跟這個東西 有沒有 是一模一樣的話 啊恭喜你 程式應該就不會有BUG 可是如果你看起來 欸奇怪 兩個好像長得不太一樣 那我跟你講啦 下面這一行一定跑不過 為什麼因為 兩個是不同 它就是要有固定的規則喔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程式看起來其實沒什麼 但是有的時候 你如果做錯了一點點喔 卡住就卡住啦 會卡多久 不知道 會一直鬼打牆 很久很久 啊因為 為什麼我知道啦 因為這個我已經寫了超過20年了 OK 所以 有的東西喔 我一下可以解出來 不見得你們可以一下解出來 那我只是告訴你可能 我的經驗直接就告訴你了 OK喔 那所以如果你要自己去try也可以啦 可能要try非常久啦 不見得可以try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啊過了之後的話呢 再按F8 欸有沒有就過了 不過我跟你講啊 要能夠這樣很快的過喔 其實有的時候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其實我剛開始也是會遇到鬼打牆的狀況 明明就好像沒問題 但是就一直就過不了 你感覺好像都沒有問題 可是為什麼就不行喔 其實有時候就是經驗啦 OK喔 啊所以你可以 所以你可以先什麼 先錄製 我們主要是錄製之後的那個東西來參考 只要你可以把錄製之後的東西 就是配合到你那個城市裡面的話 欸基本上應該就可以跑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他現在是不是小張跟小蜜都出來 欸沒錯有沒有 也就是說只要這個條件裡面有小這個字的話 不管前面是什麼 不管後面是什麼 反正就是所謂的關鍵字喔 keyword的喔 OK好 所以以後的話 你要做一個關鍵字的查詢系統喔 關鍵就在這裡 前後的start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 其他就OK了 所以把它直接執行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欸這裡面的話 增錯一下 那你可以看一下喔 欸這個時候喔 name的部分呢 它卡住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給它的東西 這個名稱它不接受什麼 它剛剛有顯示出來嗎 不接受 什麼呢 start 有沒有 所以喔 欸剛剛這個地方 假如說我們 要給它一個x的話 那 恐怕 丟過來的東西 你可能要把一些 x裡面的東西給取消掉 那什麼錯會比較好呢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那個關鍵字查詢的話 那變成前後的start 也許 不然的話就是說這個可以把它改成 改成 改成y好了 就是你不要用那個同一個變數 然後呢你查詢的時候 你這邊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y就可以了 然後x 那又拉回來 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再拉回來 假設我今天喔 這個再設就中斷點 或許你另外起一個那個y的變數好了 就把它刪除掉 再回來 這個 篩選把它取消掉 因為如果你不起一個新的變數的話 那那個x 它裡面會有一些 我們剛剛加了萬用資源 ok 也是一樣 我直接打一個 按一個確定 好 一樣卡住 對齁 那這邊的話 丟給y 因為我等一下這個x還是小 有沒有 ok 所以有的時候 為什麼要 你想說老師有的地方 你為什麼用一個變數就搞定了 為什麼有的地方 你要變兩個變數 那有的 那 沒必要 像我就一個變數到底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你起越多變數 你越麻煩 因為你要去 等於是take care那些嘛 因為變數越多 你還要知道說 哪個變數要做什麼用途 沒有必要 像這個地方就沒辦法 因為呢 如果你一樣給x 那重新命名 這個地方不能 不能用這個來重新 所以我就把它丟給什麼呢 y 那criteria就是變以用y來去跑 ok 然後呢 底下 就剛卡在這裡對不對 這個時候還是x 所以有沒有 小 這個時候呢 再把東西貼上 從欄寬調整 有沒有要放在A1 ok 然後取消篩選 結束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一樣可以做關鍵字的篩選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多講一下 在講那個房貸之前 先講就是說有關那個 在我們的查詢系統裡面 可能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所謂的 這個 包含的這個 這個所謂包含就是關鍵字查詢 ok 那等一下我也會把 我做完的這個 部分呢 一樣哦 把它貼到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一下 來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可以把那個查詢的部分呢 改為所謂的關鍵字的查詢哦